就是青蘋果 這次我們來到了瑞士 尋找蘋果抗老萃取成分的源頭 主要任務是想要了解 究竟是什麼樣的實驗室 能孕育出我們最自豪的 蘋果與雪藻生物纖維面膜 我們的第一站竟然不是實驗中心 而是他們把我們帶到沒有手機訊號的郊區 帶我們去看塑果僅存的 Wutweiler Space Lauber的蘋果 所以我們去看塑果的蘋果 牠們要去... 怎麼說... 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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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Julie博士發現這種蘋果可以摘下來 存放半年以上都不會壞掉 然後才發現裡面有這個基因 這個所謂蘋果乾細胞 這個基因原來有讓延遲老化的這個東西 然後才帶到這個博士才把它帶到它的實驗室這樣子 因為全瑞士只剩100顆Space Lover蘋果 博士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從這些稀有的蘋果 萃取出有效成分 並且同時跟它們共生 它花了4年的時間才終於研發出圖能技術 使用一顆蘋果的乾細胞 就可以複製並且萃取出足夠的有效抗老成分 並且獲得了最佳創新抗老成分大獎 而我們也使用這個有效成分在生物纖維面膜裡面 獲得了最佳抗老產品的贏獎在英國 很少品牌像我們這樣愛醉跟究底又愛嫌得 就是青蘋果 就是青蘋果 很寂寞無語說掰掰 說掰掰 音樂 星光 羊羊都纏滿 煩惱 憂愁 都與我無關 這是我們第五代 三番美理成現在 讓人睡晶晶搖擺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好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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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學了莫名其一面 OK 卡拉OK 結束 謝謝大家